今次上來參觀後 對他們的生涯規劃上有一定的影響 因為他們見識到除了在運動上 除了做運動員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範疇 很多不同的工種職位 都可以跟運動相關 因為他們每一個上來的 都是熱愛運動的同學 除了運動員這個職位之外 讓他們可以發現更多運動相關的 例如小孩 也有零售 甚至IT 或者運輸 種種都跟運動行業都非常之有關係 其實我覺得今次的活動是挺有趣的 因為可以聽聽他們的營銷手法 裡面有甚麼方針的東西 然後去了解他們的詳情 然後又有一段時間讓我們參觀一下 他們的辦公室 裡面有甚麼內容 因為我們參觀了一間世界知名的運動體育公司 這件事我是從來沒試過 學校都不會有這樣的機會 我見識了原來這間公司是有很多部門的 我在全部部門裡面 我覺得Technical Development的部門 我是最感有興趣的 原來它是關於他們那些衣服的功能性 質地 那些我從來沒想過是這樣的部門 所以我對這個部門是挺有興趣的 我因為本身都是跑零跑的 我今天參加完這個活動之後 我就反而更加想從事這個體育方面的行業 我覺得得著就是 我對原來公司是有第二個感覺 因為我以前一直以為公司 就很冷冰冰 好像圖書館一樣 那些人是很兇的 但這裡的工作人員 全部都很有事 我見他們打了一片 令到我第二天在想工作的時候 都沒有那麼害怕 我當然沒看啊 我都沒有看過 你們是不是人的 今天我們看完 啥 你沒看得到 就離開